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几年 确实没有发现过有这样的地方 干嘛 这有一户人家应该是他家的厨房吧 他厨房 那是啥 这是方便的地方 我的天哪 这也太接地气了 你干嘛 你要方便呢 你要方便呢 这可以吗 省粒又省劲 方便完了不用抽 到下面了之后还可以养鱼 你进来吗 一起方便 这还可以一起啊 还是你自己来吧 你自己来吧 你自己来吧 跟我来一起方便 我在外面就可以 我不需要方便 我把门给你关了 我把门给你关了 吃好喝好玩好 行吗 等我想好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讲 过来一点 你要是再不说需要这么讲义 我就回家了 别 那你跟我说理由 为什么要陪你呢 因为你是我的爱人 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现在已经确定好朋友的关系 同事的关系了吗 你怎么现在还有这种杂念呢 还有这种想法呢 在我心里永远都是这样的 我陪你出来就算给云奖励了吗 还有其他的要求 对 你要还有其他的要求 那我只能回家了 如果说陪你出来吃喝玩 算对你的奖励 我不能失言 我可以陪你吃喝玩 这座船呢 现在已经靠岸了 要不要我陪你去 去 温柔一点 不要转 我这么转 都这么紧 OK吗 OK吗 OK 我的男生 我请你吃玉米吗 你叫我什么 男生 叫我什么 男生 哇 你这称呼 因为我说改得玩挺快的称呼 吃玉米吗 就听你嘴巴这么甜 嗯 我请你吃玉米 我请你 你有钱吗 有 一万购买吗 购本人家有购 购本人家有购 哦 人家是购了 一万 一万 五千一个 买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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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 哇 一块五一个 嗯 尝尝越南玉米 看好不好吃 二家 可能今天很甜 为什么 因为就有你 你今天把嘴巴抹得腻了吧 尝一尝 来 吃 吃 吃 来 吃 甜吗 真不甜 哈哈哈哈 你吃过了你看看甜吗 说实话 吃 我没有吃出来甜的味道 这鱼米真是酸的不是甜的有点酸 鱼米怎么可能酸 它放了时间久了吧 现在去哪里 吃 吃完了 吃 吃 吃完鱼米 你想喝什么 我上个甜甜的味道 你今天肯定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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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遇到啥事了 昨天我梦到 梦到什么 我和你结婚了 你梦到你的梦做的太平白了 前几年梦到我和别人结婚了 然后去寺庙起伏 昨天又梦到我和你结婚了 我到底属于谁的新郎 是我 你未免太自信了吧 嗯 你未免太自信了吧 好吃吗 我吃胃头 我吃胃头 你吃吧 都是口红 对不对 对 吃 你 OK Let's go 吃吗 我想问一下你可以温柔一点吗 不是吗 对 那你用温柔的方式 让我吃一口玉米 我可以的 阿姨你吃 叫什么 南枕 为什么你就是给我 你咬过的地方 我喜欢的 我喜欢的 你这有点强迫我了 有点强迫我 我喜欢强的 什么 喜欢强 喜欢强迫我 对 强到你的 喜欢强到我 我有那么好吗 好 我哪里好 哪里都好 你不是说我是章男吗 不会 你经常说我是章男 没有 说不说来农村经经好很多了 农村空气好 哇 他在卖的是橙子 对 那么大 我要买鸭蛋的 买鸭蛋 对 看吧 怎么卖的 两万三 两万三 十个 十个 这个鸭蛋是 阿姨自己家 养的鸭子 下的蛋吗 还是他 从别人拿 买过来 然后自己再卖的 这家子 哪里是 在一个地方 他会购买的 他还会购买的 对 那这个好啊 我哪里吃了 你不是要去吃饭吗 你还买鸭蛋干嘛 今天我说 鸭蛋 你为我做饭能不能换别的菜系 每次做饭都是做蛋 我想你回忆前 我都回忆好多次了 关键是我知道 因为你不会做其他菜 只会做蛋 从今天到以后 我会煮饭给你收的 还是酸了吧 你做那个越南菜 我吃不惯 我谁煮我塞的 希望你说到能做到 这个鸭蛋上全都是爸爸 有爸爸比较好的 为什么 有爸爸说明是更生素来 好的 要新鲜是吧 这个鸭蛋为什么上面 涂了一个小太阳 是什么意思 这大的孩子拿得完了 行 因为农村的鸭子呢 经常去河里吃鱼 鸭蛋比较好吃 所以说我们可以多买一点 好 买十个 嗯 你没钱了吧 没了 你没钱我有钱 两万三对吗 两万三 两万三相当于人民币是七块钱 七块钱十个 在中午是多少 七块钱十个一个鸭蛋的话不到一块钱 哇 挺便宜 但是他这个鸭蛋呢 个子不是很大 鸭蛋呢就跟越南人一样 越南人个子长得小 鸭蛋长得也小 中国大不大 中国大 中国鸭蛋比较大 所以说什么都是中国好的 现在可以回去了吗 回去吧 你现在应该很饿了是吗 我给你煮饭是 我不饿 你看了你 瘦啥鸭了 别人一天是三顿饭 你一天是六顿饭 你只会做这个鸡蛋和鸭蛋 我每天要是吃六顿 估计啊 我越吃越瘦了 你别看我现在煮饭 我会遇到伤 但是很有营养的 正会给自己找借口 别人想吃也是不到的 我听听给你们提示的 你还要挑三件事 要懂得施主 爸们应该是丑哪呢 阿姨阿姨 我们今天买的鸭蛋 真的挺好 怎么说呢 阿姨鸭的 亚舌 数月长大 足以生出来 鸭蛋 都有这种 招呼 QQ 弹弹的 是吗 是的 我也是 50790元我要去阿里那里 买很多很多很多的鸭蛋 拿回家 放眼 咽起来 为什么 想吃不完 等到姑娘 我和你回中国 送给妈妈是 等等等等 你说什么 难道我叔叔吗 你说的本来就不对呀 那是我妈妈呀 我也没有同意说 带你回中国呀 我也没说 等你同意 我有你妈妈的电话 你什么时候 有我妈妈电话 你不追 我追一个人 你真的有我妈电话了 有 我倒有你妈的电话 你接的电话 我接电话你有 所有的你家人我都要电话的 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呢 你从哪 得到他们联系方式的 我找的 从哪里找的 手机 你是不是偷看我手机了 你自己吃了我不吃了 太可怕了 回来 咋啦 你看你 怕死了你 开玩笑呢 难道我们作为一个朋友 我去你家里 你不欢迎我吗 你要是作为朋友 作为同事的话 只要我回家 你有时间 那绝对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我希望你不要给我家里边人 有很多 幻想 好吗 我们两个人都是成年人的 很多东西呢 在走着看着 在说着 OK吗 但是我们以后也会过好的 我有说过吗 我有确定吗 以后你会同意的 放生追击 能做到 不放弃 你为什么不吃 我现在不饿 你回忆 我们在云南 没有卷的时候 在不屋头 没有卷买 没有卷买什么东西 是的 你整省输的 一个月 输了是他的 你现在如今 你看如 你病 你病还是我病 人得往前走 你反反复复 说到以前 现如今 还有什么意义 我变了也好 我没有变也好 咱们看当下 当初你的果断的决定 这个话题该过去了 我没有忘记 当初我们苦的时候 身无分文 吃不起菜的时候 你每当做到 做到这道菜的时候 我会吃两碗饭 但是今天你不吃肉 现在不是我不吃 你不吃 我说的是我不饿 我会吃 久不停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